新聞室 先來關心葛紀官的消息 總統蔡英文今天來到國家第三科學研究議 在民鄉向設立的航台航空 是在中科醫民鄉航台航空的調整進度 強調無人機無論是軍用而是上業用 都有很多的成立 台灣不能沒對上卡布 中科醫在民鄉設立無人機研發措施 是對葛紀官登記自然台灣news 新宣上的回報 國家第三科學研究議在民鄉宋拿公 向總統蔡英文幹部說明 民鄉航台基地的發展構想以及一行基点 各議官中長良 李維丹民文蔡毅與王美肺 中科醫航台所所長的持立品都告知媒動 民鄉航台基地令經濟的工業庫 李維丹民文就表示 航台航空就能帶動轉加議員的工業發展 這一次我想未來 如果我們航台NG能夠確定 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民雄核橋工業區 還有我們民雄工業區 我想未來的大伯美股區 這可以連成是一個產業鏈 我想未來這對我們經濟 我們的電影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翁縣長積極在推動的 所謂農工大線 館長張良表現跟機關發展看完 竟應該向最進步的產業正在加議 就能對接無情最新的產業 這中心為加議的優勢 加議是一個比較往開花的一個興奮 所以我一直在期待 加議未來所有新開發的東西都能夠對接現在最進步的產業 那我想這個是往開花的優勢 那加議目前為止 其實上有很多的土地 是值得中央來投注很多的資源 來帶動加議的發展 所謂的無人機在蘇貞昌院長 同意我們設定 所謂的國家級無人機 研發測試級院政中心以後 我相信 無人機會變成未來加議的亮點產業 總統蔡英文表示 加議官等級資源台灣news 行善 讓所有的news 方面沒有問題 以後這個未來世代最重要的產業進出加議 政經發展是對加議鄉親最大的回報 目前長期以來支援台北的糧食生產 讓我們沒有後顧之憂 台灣人在享受我們嘉義縣優良的糧食生產之餘 我們也非常高興看到 我們嘉義縣有一個新的發展 也就是將未來世代最重要的產業 能夠在這裡落腳 在這裡生耕 在這裡發展 是我們對我們嘉義鄉親最大的回報 希望我們一代又一代的我們嘉義的鄉親 還有我們年輕世代 都能夠在我們嘉義縣 能夠找到更好的工作機會 發揮自己的才能 讓嘉義縣的發展 能夠在台灣的產業發展上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注性的角色 航台幸福設立在民鄉 中的大後代黨集院的經濟發展 利用政府的力量來增加民間的黨燃 和加議官行為農工大關 曾經新聞正在市民鄉親採訪報導 嘉義的整個發展裡面 我們都很清楚產業太過單一 所以嘉義可以選擇的就業的機會相對少 讓整個世界再繼續往前走 台灣應該在未來的產業裡面 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 未來的世界經濟還有很多的未來產業 我們希望嘉義可以被整個中央考慮 就是有機會在這邊成立 然後變成科學園區 嘉義變成是一個發展的重點 世界看到台灣而且加碼投資晚上要來 接這個機會我想請科技部 國安會經濟部 我就把握整個集合嘉義剛好今天堵貨 也有這個環境 也有這個土地 讓我們中央大力投資 讓它起來 第一條早 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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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嘉義的這樣的空間 包括無緣這麼廣 而且空間在做無人機相關的這個試飛 包括測試 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優勢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零雄航太原機 有可能發展無人機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就變成是一個 創新研發中心 我們已經跟10家業者跟中科院簽了MOU 他們都同意進駐了 所以我們希望業長能夠慎重考慮 我們國家級的無人機研發測試 電腦中心 那未來是否有機會涉彩嘉義 台體它的校區 這個也是屬於中央 那我這個請民主長跟國防部 中科院來國化會科技部這一方 我們也專門來幫忙加油 讓這個進度能夠快